那我们今天来讲讲刘慈欣的天使时代 这个故事背景是在现代啊 说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19次会议 当然我们现实之中已经进行到200多次了应该啊 就说这次会议之上 各国代表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桑比亚共和国代表身上 当然这个桑比亚共和国 说的是一个位于非洲中部的贫穷国家 当然这个名称是虚构的 大概意思就是讲的是一个连年处于饥荒之中的穷国 来参会了 每年联合国会议都不会太在意这些小国代表的意见 但是今年不同 为什么呢 今年桑比亚国提交了一份有关生物学的重大研究课题的合法性报告 他们希望这个申请能得到联合国的合法批准啊 其实可能有同学说 这一个生物学研究为啥搞这么大动静 这还得得到批准吗 这不都是造福人类的事吗 不一定 万一是对病毒的研究呢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科隆人的研究和实验也不行啊 我们现实中啊 联合国就是禁止各国进行科隆人实验的 包括美英等国还我国在内各大国都是反对的 有一份联合声明就是2005年通过的第59-280号决议 这是一份关于人权决议的细则 细则就规定了就是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建议各国都应该禁止进行一切违背人类尊严的科隆人实验 但是如果是以治疗为目的呢 就比如科隆某个人的某个单独的器官呢 就似乎是有技术在一个人类胚胎发育到第14天的时候 就可以在其未成人形的时候取其中重要的部分 以治疗原来的患者的本体 但这项技术也是被禁止的 于是我国有一个生物学教授 我在现实之中就说过这句话 他说这似乎像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整个决议是是不是能适当的放宽一点 他有这样一种建议 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放宽的余地 为什么绝不放宽呢 当然以我们普通人的理解 就是如果完整科隆了一个人的话呢 这结果不是那么简单 那是这个人等于是没有父母的呀 的确很不人道 等于我们故意破坏了什么 破坏了他本来应有的人权 再一个你们看啊 我们人类制造的第一个科隆阳多粒 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 它就有很多健康问题 就比如说早衰 还有端粒长度短 这个端粒啥意思呢 所谓端粒就是指 真核生物染色体末端的DNA 重复序列的一个东西 是存在于这个真核细胞 线状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DNA 蛋白质复合体 这个出了问题 这个东西决定了我们人类 何时衰老啊 如果这个端粒长度短呢 这个个体就早衰 但是有一天破解了这个问题 人可能就会面临到永生不老了 据说是快破解了啊 这个我们不详细谈了 多粒羊是1996年7月诞生的 比预计的这个身体更差 原本想象它应该更好 其实不是 于是它在2003年2月14日 被执行安乐死了 那它是一只雌性绵羊 正常绵羊寿命在12年左右 它只活了6年啊 换句话说 如果科隆人类也出现这种端粒短的 早衰症状那怎么办呢 这个科隆人的人权有谁来保证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所有国家 于情于理都无法接受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 不人道也不合法 那是我国的学者不是刚刚说了吗 就如果本着治疗救人的目的呢 就只培养一个发育14天的人类胚胎呢 应该也行吧 但是这个依然是不符合基督教国家的标准 按照圣经标准 人是被上帝所创造的 哪怕是一个胚胎还未成人形的时候 也已经受到了上帝的祝福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让他死亡的话 比如说堕胎也会被基督教 某些国家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那更别提改造这个小生命了 这个是他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那为什么说这些呢 我们故事里讲到的就是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 这个桑比亚国即将提交的这份生物学重大课题突破 就跟人类科隆和基因改造有关 于是各国代表都很重视啊 就再一个就是研究这份课题的是前生物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桑比亚的伊塔博士 他也是目前人类软件基因工程学的创始人 这个软件基因工程学又是什么呢 大概意思就是说 基因工程利用软件 比如古老的汇编语言 或者basic语言 来这个编辑人类基因的一种软件 他后来还开发了一个名叫伊甸元++的语言 随着他这个年代的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的突破 人类就发现操纵巨量的信息就能操纵同样巨量的遗传基因分子 让他们以人类的意愿自由组合 已经不仅仅是上帝创造人这么简单了 而是完全有可能创造全新的生物了 人类从此利用伊甸元++编程软件 就等于拥有了一双上帝之手啊 所以现在大家就认定了原来上帝是个宇宙中的程序员啊 而现在充当上帝角色的 不过就是硅谷里面最常见的那种头发 蓬乱衣冠不整的普通的程序员小伙子而已 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到底有多重大 当伊塔在联合国大会现场出现的时候 好多人都觉得他很像圣雄甘地 他身披桑比亚的一个披肩 民族服饰 是一种他们的这个常见的服装 阔步走来 但是他很瘦 形容枯稿 像一个枯树枝 眼神总是盯着地面 缓缓的像在座的各国代表巨公 动作慢的 简直是让人难受啊 现在两国大会即将决定是否终止伊塔的研究 主要就是看 还是想先看看他的这个研究报告具体是个什么 其实这个伊塔在32年前已经获得了麻省理工多项学位 完全可以在美国过最滋润的生活 但他还是回到了贫穷的故乡桑比亚 回国之后他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 结果这一年突然宣布有了生物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大家都倍感惊讶 现在伊塔的桑比亚编程团队就在做着上帝创世的工作了 那比如制造好了一套程序之后 刻入好光盘放入基因编辑器 机器就开始运作啊 就实际的这个生物体就慢慢的被这样制造出来了 之后他会被盛在一个透明的器皿里 再用肉眼所看不到的探针去细心的拨弄这些细胞或者是染色体进行调整 当然他们最初实验成功的更多的都是一些植物而已 一些微生物 就用培养液都能顺利养大的 就比如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适应恶劣气候的香蕉树啊 之类的果实结的更快更大 而且还能吃的 这是他们已经成功的案例啊 当然目前各国相关科研领域的代表多数都不相信他除了改造植物或者微生物以外 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重大突破 以为也就技术就到哪 因为对目前最顶级的科研团队来说 创造一个微生物都难如登天的 这时候联合国会议主席就说 伊塔博士 我看您的身体很虚弱 建议您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伊塔说不用 谢谢您不用为我担心 其实他完全是这些年都和其他最普通的那些桑比亚民众同吃同住 因为粮食短缺 每天只吃一顿饭 所以导致于严重的营养不良 但早就有一些官员就建议他 就包括他过去的一些同僚啊 就是建议他不要在桑比亚研究 有人说你在你自己的国家那种恶劣的条件之下 研究的反而很难达到你的目的 你何必这样呢 你自己身体保持健康 你才能学术上的进步呀 但他不听 执意回国研究 当然了 大家对他的决定还都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吧 那就只能是由他去 你没再说什么 伊塔就说 我想起很久之前的一场大灾荒 那个时候已经持续了多年的旱灾 而且桑比亚国还处在多年的内战之中 当时东方的政治集团推翻了布萨诺政权 我的妹妹亚拉就在那场浩劫之中死去了 妹妹临死之前瞪着大大的眼睛 她刚吃下了一些甘草和树皮 然后她浑身浮肿 已经意识模糊 最后她临死前还说 刚吃了一块糖 其实那不是糖 那是一个涂着响尾蛇毒液的箭头 这箭头被反抗军遗弃了 她当做了一块糖吞了下去 她还说 我死后 哥哥你可以把我吃掉 因为我们村子的很多人死前都曾立下遗嘱 让亲人把他们的肉吃掉 说到这全场都沉默了 实在是太惨绝人寰了 同类相识啊 会议主席就说 伊塔博士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社会学 历史遗留等等 很多因素 不是仅凭科学就能解决的 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这个时候伊塔的毛子好像发出了亮光啊 他说不 科学也许真能解决饥饿的问题 大家一听开始交头接耳 这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伊塔就郑重着说 主席先生 这就是我今天来此的目的 在我介绍我的研究成果之前 我想让大家认识一个孩子 说话 他就招呼随行人员 带来了一个桑比亚的男孩 他是一个肌肉相当饱满的黑人少年 这个少年的头发还很浓密 皮肤光泽 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 看他的状态和其他骨瘦如柴的桑比亚少年 简直截然不同 天壤之别 会场之中就有人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说好一个小奥赛罗 奥赛罗是谁呢 奥赛罗是沙士比亚作品里的 一个威尼斯共和国的猛将 他们都觉得这个少年恐无有力 长相很有男子气概 是个小男子汉 其实这个少年只有12岁 但是从他的身形来看 已经远超桑比亚的其他同龄少年了 看上去竟然比15、16岁的少年 还健壮得多呀 一听说他只有12岁 好多国家代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家现在都在想 难道这国家集全国之力 保证了这少年的饮食和营养吗 也不像 而且能做到吗 其实当一个国家 本身已经极度的充满这个疾病啊 瘟疫啊 灾荒等等 这问题如此严重之下 就算是集合全国之力 也很难供养出 这样一个优秀的少年 所以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伊塔就介绍说 他叫卡多 是个土生土长的桑比亚孩子 虽然桑比亚人目前平均年龄只有40岁 但是卡多的寿命会超过在座的各位所有人 卡多还在提醒之下 向大家问好 他说话的嗓音 铿锵有力 好一个精神健硕的小伙子 只是大家都听不懂他的语言而已 但是都很确定这是一个完美的孩子 会议主席还问 伊塔博士 卡多真的是在桑比亚出生长大的吗 对 他问出了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可能还以为他是在别的国家长大 只是有桑比亚国籍而已 伊塔点头说这绝对没有搞错 是土生土长的孩子 于是大家又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个健硕的黑人少年身上 于是主席又问 那他在桑比亚平时到底都吃些什么呢 伊塔好像是对他这个问题已经是久等了 他说既然您问到这个问题了 那我就让大家欣赏一下卡多的午餐吧 于是他又招呼随行人员 有两个餐会者跟他一起来 也进入了会议大厅 后面还跟着一个手持警棍和对讲机的美国警察 场面有点这个奇怪 这警察手里拿了一个塑料袋 伊塔就说 警官先生也请您一起进来 请原谅我的人刚才的冒失 我对刚才的鲁莽对您抱歉 就是他说您刚才应该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人从会场外拔掉了一些普通的青草 对吧 警察不解的点点头 伊塔就说我们会召架赔偿的 请您来只是想让您帮我证明那些青草 只是普通的青草 然后他就回头看在场的大家指这些草就说 而这些就是卡多的午餐了 说话那个黑人少年抓起青草就送入口中 开始狼吞虎咽大嚼起来 并且从嘴边不断的留下一些绿色的枝叶 给在场的某些女士看到都快吐了 但他显然吃得很香 而且吃得很快 不大一会儿已经吃完了一大捆青草 吃完他又抓起来一捆 卷起来吃下去就好像吃卷饼一样 大嚼啊 大家都默默的看着眼前惊人的景象 吃完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少年的这个脸色充满了喜悦 并且和伊塔说了一些话 伊塔就说 刚才卡多表示这里的青草很好吃 比我们故乡桑比亚国的好吃的多 这很正常 因为我的故土因为连年的过渡工业开发呢 就导致于水土污染严重 所以那里的青草不如这里的好吃 这时候终于有人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含义了 就跟伊塔说 伊塔博士 看来这就是您代表桑比亚国所提交的生物研究审查成果吗 是的 没错 关于少年卡多的研究 这个就涉及到了人类基因改造的问题了 伊塔也承认了这点 他说是 当然了 卡多可不是生下来之后半路被基因改造的 这个少年卡多的根本就是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新物种了 他并没有法理意义上的父母 他就是一个全新的生物了 或者说是一个全新的类人生物 伊塔说 有了这种基因改造人 那么等于土地之中出产的粮食 当然就只是对他们来说的粮食 就是因为都是一些杂草 卖杆之类的东西 这些粮食会比以往多上十倍 那就等于粮食变成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东西了 随手可得 这就是真正的伊甸园啊 说的在场的这个参会者都目瞪口呆 成了雕像 没想到数年来 联合国禁止的事情在一夜之间竟然突然发生了 这基因改造人都被他造出来了 就是卡多少年 今年12岁 就是说12年前伊塔就在做这项实验了 一问还真是 他就承认了 是15年前开始做的 并且在会议主席的追问之下 他说卡多这批孩子一共有100人 因为当时对这样技术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后期又不断制造了更多 一共达到了21400个基因改造的受精卵 其中有20816个成功的养大了 成功之 那个成功概率是非常之高啊 他一说完整个会场哗然 还有几个生物学家当场昏倒 就接受不了这种打击 那是啊 这在他的这个技术面前好多人研究了一辈子的东西都够不着人家脚脖子呢 那当然就崩溃了 差的太远了 而且还有一些代表 本着原有的基督教的信仰开始仇视伊塔了 他们就认为这个伊塔是魔鬼的化身 认为他这种做法 这第一大量侵犯人权 第二冒犯上帝的法则 于是会场突然爆发出了火山喷发般的怒吼声 说要逮捕他 要打死他 怒吼之声 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 大家恨不得马上就要了伊塔的命那种感觉 而现在的伊塔眼神之中却饱含泪水 确实这些孩子没有父母 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们幸福吗 童年完整吗 是生活在像动物一样的繁殖基地吗 这些问题无人知晓 可伊塔最初的目的 只是天真的以为吃饱了饭 就是人最大的幸福 于是现在会议主席也宣布说 伊塔博士 您已经违反了联合国生物安全条例的最高禁令 对人类基因进行这样大范围的改造 您不应该如此冒犯联合国宪章 所以现在您被捕了 但是伊塔反复还是强调说 我只是想让桑比亚人有饭吃而已 当然伊塔被捕是暂时的 梁耀国不会在美国制裁他 而且制裁他也不是最终的目的 现在当务之急 梁耀国就决定要处理掉 他已经培育出来的所有的人类 小说之中 基督教国家似乎是突然之间变成了怪物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点燃了愤怒 变得很疯狂 要杀死这些孩子 变得像疯了一样 他们甚至不惜调动军队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在场的很多警察官员都向少年卡多投去了 充满恶意的目光 他们都认为他是个怪物 是个魔鬼 没人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 消息传出去之后 全世界哗然 伊塔和卡多的照片马上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 一个如同枯枝一样的老者搂着一个强壮的少年 这幅画面非常的令人震撼 卡多的眼神彪悍和目光浑浊 总是盯着地面的伊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张照片传到世界所有的角落 于是这就勾起了某些人心中暗藏的魔鬼 开始有好多人对这种事情产生了恐惧感 于是当天联合国会场外面就爆发了抗议 恐惧就是一个会让人愤怒的东西 虽然在重重警力保护之下 身在美国的伊塔和卡多 暂时没有受到伤害 也没有生命安全 但是惨剧还是在回程的飞机上发生了 当时航班上有一个疯狂的空乘人员 这个空姐暗藏了一把手枪 飞机刚刚起飞 这个名叫戴利斯的空姐就掏出 早就准备好的装有橡木子弹的反截级手枪 朝卡多的两只眼睛开枪了 黑人少年当场死亡 而开枪后疯狂的戴利斯还在癫狂的笑着说 我没有杀人 他声称自己没有做错事 只是杀死了一个魔鬼 其余的剩下的就只留下了抱着卡多尸体 一言不发的伊塔 伊塔没有流泪 他等空姐冷静下来之后 他说了一句 姑娘 他不是魔鬼 他是人 是我的孙子 一个能吃饱饭的孩子 但是后来戴利斯在法庭上被判无罪 因为那个少年卡多是完全没有完整的人权的 怀着对西方国家充满失望的伊塔 安全回到了桑比亚 之后两国竟然派出了舰队开往桑比亚 决定强行让桑比亚交出那两万多个孩子 但是他们还不承认这些是孩子 只是称之为变异的个体 他们还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说起十字军东征这个话题可太长了 那个是从公元十世纪陆续进行了九次的掠夺性的战争 原因很复杂 简单来说我认为还是贪婪 加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和西方天主教 基督教国家都是相互认为是不共戴天的 其实那个时候欧洲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开始相互 极其仇视对方了 社会问题是巨多的 不光仇视阿拉伯国家的人 他们自己也打 大家彼此都相信圣经 却都彼此认为对方是异端 这更不要说是看外族人了 而且就普通老百姓生活也很惨 很贫穷 所以人人都会问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这么虔诚 还过得这么苦 这么穷 这么惨 那就理所当然认为这是上帝实行的惩罚 是吧 就好像是当年就是 这个匈奴人入侵 他们认为是这个上帝之鞭 惩戒基督徒 那么好 这就引发了一个想法 那怎么才能免去惩罚和诅咒呢 怎么在今生获得赎罪 获得救赎啊 那献上祭品吗 那什么祭品最好呢 一时又想不到 突然之间 这个教宗和政治家就留意到了周围国家的这些阿拉伯人 以及突厥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外族人 还包括犹太人 就这些人都好像是都是异教徒啊 再一个 圣承耶路撒冷 现在不在基督徒 也不在天主教徒手里啊 那当然不属于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国家 那那怎么办 那圣承怎么能被他们站着呢 不行 得抢过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再加上还能掠夺财富啊 这个可能是他们真正内心想要的 顺便还能产出异教徒 又可以鼓励穷人去圣地朝圣 我就想到那个 银河帝国里面好像有这么一段情节 也是去朝圣 当然这个扯远了 所以一下子好多平民也参与进来 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在现世获得救赎 免去上帝对他们的诅咒 其实现在来看 理智的基督徒一定会认为那场战争是野蛮的呀 这不用说呀 这现代文明所不能容许 那是个非常残忍的战争 正常人都不会认为那是合理合法的 所以我们回到小说 如果说现实之中 有一个科学家培养了这么两万多个孩子都养大了 那么会出现新的讨伐异教徒的残酷的战争吗 会以上帝的名义对无辜的孩子轻易实施审判吗 其实圣经里早就说过 人无权处死另外的其他任何一个人 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 所以但凡是随意实施暴力 都已经可以说是不再是一个拥有正确信仰的基督徒了 也不是一个正确信仰的天主教徒了 已经被邪恶的心侵蚀了心灵了 于是小说中的这场战争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了 因为伊塔拒绝交出这些被基因改造过的儿童 一看他不交出来 两国直接派兵 对桑比亚进行了上千架次战机的轰炸 目的只为了杀掉那两万多个被基因改造过的孩子 还派了多艘巡洋舰驱逐舰进行海洋上的封锁 现代的科技的加持之下 这些军官相信弱小的桑比亚 是无法承受任何一轮打击的 更不要说是多轮的打击了 他们认为前两批巡航导弹 在半个小时的轰炸之下 已经足以毁灭他们藏匿起来的大多数基因改造人 而且雷达显示桑比亚国本身拥有的200多辆 这个坦克已经全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早就无力还手了 甚至那几个负责入侵的军官 相信目前的桑比亚已经被打的倒退回了石器时代 因为他们拥有一艘航母 一艘巡洋舰 三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 可以说是实力和桑比亚太过悬殊 桑比亚是一艘现代舰艇都没有 两个随舰军官都觉得这是一场无聊的战争 希望快点结束 好早点回家 现在伊塔博士代表桑比亚国突然宣布前来进行谈判 他们在甲板上见面 一艘航母之上 伊塔见到他们之后就说 我的国家屈服了 一个叫菲利克斯的军官接待了他 军官说 伊塔博士 您的行为给桑比亚国带来了灾难 其实这个就是贼喊捉贼了 明明是他们血腥屠杀了人家 还怪人家做的不对 伊塔博士说其实人类早在违反联合国宪章了 难道现在随处可见的堕胎就不违反道德吗 你们西方世界就因为我们将来会以野草树叶冲击 就对我们做这种事吗 两个军官迷茫了一阵 然后就说 对不起博士 我们不负责思考这些 我们只是执行任务而已 我对您的基因工程倒没有任何反对 伊塔说 那求您就放过那些桑比亚的孩子吧 那军官说 不行博士 而且那些不是孩子 只是一些改造体 事情已经决定了 你就认输吧 那些孩子不是桑比亚的未来 是的 他们双方的认知相差太多了 就相互之间是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 最后 在伊塔博士离开航母甲板之前 他一直低着头 虽然他早先答应 我会交出那些孩子 但是最后 他终于抬起头来 两个眸子竟然闪着光 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们离开非洲吧 那两个军官还以为没听清楚 就问了一句 您说什么 之后伊塔就没再做解释 直接乘坐直升飞机离开了这里 他走之后 军官们还笑着聊天 说哎呦 这个博士真是幽默 为什么突然让我们离开非洲呢 当天晚上 菲利克斯舰长就被一个忠孝 从梦中叫醒了 这个时候天刚亮 忠孝就说 发现了海岸线 目前竟然集结了两万多桑比亚人 似乎就是那些 说好了要交出来的那些个体 但是很奇怪 您赶紧去看看 当疑惑之中的菲利克斯 拿起望远镜来到甲板上 看向岸边的时候 他傻眼了 发现海岸线上那两万名 桑比亚人整齐列队 他们竟然飞离了地面 对这些黑人少年 竟然都是背后长着翅膀的 他们的翅膀像白鸽的翅膀 雪白的一双翅膀之下 都拥有着强健的身体 宛如天使一样 飞上蓝天 马上菲利克斯就发出警报 扔下望远镜 赶快通知舰队 对这些飞人进行射击 可是一切都晚了 因为现代化的武器 好多都是无法区分出 这些飞人哪些是目标 哪些是飞鸟 是的 这些设备不是用来攻击 这种飞人生物体的 都是用来追踪飞机的 虽然有的火炮和导弹 还是击中了几个飞人 可是收效甚微 而且怒火中烧的 桑比亚基因改造人 已经成群结队地 飞向了他们的军舰 距离越来越近 他们在空中 像是一只巨网一样 分散开来 黑压一片 大军压境 这么一来就更不好对付了 转眼机智 当舰长马上紧急通知士兵们 赶快去武器库 去取半自动步枪的时候 时间也来不及了 这些飞人的目标 也是武器库 他们的目标其实有三个 另外两个 一个是航母的核反应堆 一个是存放有 8000吨战机燃油的航空油库 这三个任何一个地方被攻陷的话 那么整艘航母都将瘫痪 现在已经有些士兵取到了M16步枪 开始向上空开枪 但是这些人由于慌张 好多都没有有效的射击 而且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 天上长着翅膀的桑比亚飞人 也开枪了 一阵一连串枪声响过 那是来自于他们手中的 设计粗糙的AK47步枪 讽刺的是他们虽然拥有最劣质的武器 可还是一瞬间消灭了甲板上好多配备 现代化武器的士兵 包括越来越多的飞人 在天上就开始抛头手榴弹 随着一连串巨响 航母甲板上的多架大黄蜂战机 已经被炸坏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 寒沙声铺天盖地 桑比亚人从四面八方形成了对现代化舰队的碾压态势 爆炸声是此起彼伏 航母的这个舰船的底部竟然现在也被红红的火光所照亮了 不知道是什么被点燃了 想必整艘航母很快就会沉没 而其他的护卫舰驱逐舰也都会是同样的结局 降落下来的飞人翅膀合在身后 真的像天使一样也像是拥有一条白色的斗篷 伊塔博士也随着他们一行前来 一起来到了甲板上 现在一个天使部队被伊塔博士率领 已经围住了菲利克斯舰长的指挥士 菲利克斯绝望地说 你们就算杀了我 也只会招来毁灭 更多的部队会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消灭你们 伊塔说 将军我们的血也是哄的 他们很快会成为合法的人 拥有一个人应该拥有的一切权利 将军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伊塔博士就说 因为就算对普通人来说 长出翅膀在天空飞翔 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千百年来的梦想 所以没人能抵挡这种诱惑 将来您会看到天使时代的来临 人不光在蓝天上 也可以在海底像鱼一样自由的生活 也能用长达千年的寿命去享受这一切美好 说完 伊塔博士转身离开 没人再理会菲利克斯将军了 航母也就在黄昏时完全沉入了海底 最后获救了的菲利克斯将军 眼睛遥望着眼前这块在百万年前 曾诞生过人类的古老大陆 他也看到有戴翅膀的飞人 正在夕阳之中翱翔 那么好 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我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因为这就是我讲更好故事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个故事 再见